您好 欢迎收看1月3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县政府今天上午在县府前广场举行的新春团拜 县长徐正位感谢警方新疗付出 让过年期间整个交通很顺畅 治安也很平稳 也让花莲能够持续零确诊 有一个防疫夹击 归功给医护民政单位坚实的防备 县长徐正位表示 过年期间警察系统一到初五全面停休 让花莲县交通顺畅 治安安定 卫生局以及所有医护人员也监守单位 许中也向维护花莲整齐的环保 以及各乡正式清洁人员致谢 去取新的一年持续维护花莲的好商好水好环境 并朝向环保有机城市的迈进 真的是开春了 给我们这么好这么好的天气 真的是很温和很温暖 在这里正位看到我们的葡萄树 这个叶子都落完了 在立春的同时也慢慢的长芽 发展新芽 我们的前面的巴基鲁 也慢慢的 我想再过树中也慢慢会把芽眼也都出来 我想这是一个新兴向荣 也是展现一年之际再于春 一日之际再于晨 而我们新年有新气象 有新期待 以及新愿望 我想在这里 这一今年的年休啊 非常非常长 十天的假期 我相信大家都做好了非常好的计划 也度完假了 看到大家荣光焕发 而且看到大家喜气洋洋 这一个动力和推动力 以及新兴向荣 这代表着花莲县政府 不断的大步向前 我要谢谢 在整个十天的年假期间 我们的警察局 维护治安以及交通疏导 全日都非常非常的畅通 从1月19到昨天 将近26万车次进到花莲 也回到返家 以及返到工作岗位上 让我们整个交通顺畅 而且治安良好 他提到新春期间 警政医政不免不休 奉献休假时间为人民服务 以及各级处首长 为过去这段期间 对县政的全新投入以及付出 也定义同仁们 适度的休息 照顾自身的健康 这段许正会集集到 花莲县各项建设 逐步完成 如何展现花莲建筑美学的独特性 也是重要的一环 让花莲重返 彷彿归真 回归纯粹 记得久不见 欢迎收到